龙队能给我们评价一下刚才正常比赛的一个发挥吗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自己这种前面准备 包括调动上相对差一些吧 上来0比3落后还是比较难打 还是自己在准备方面这种接发球是想象的 跟自己在场上这种感觉还是有一些出入吧 之前你也一直强调通过比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是不是说在奥运会之前这样一个比较激烈的比赛过程 对自己也是有些帮助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输其实虽然输了 但是如果要是能够总结到一些东西 还是对于奥运会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 其实自己这种最近一两年可能跟很多选手 哪怕之前跟张门之和的时候也有上来开局 打得不好的时候上来0比3落后 所以在这种输一局哪怕输第二局时候 这种人的这种变化或者一些转变的东西 可能还是要做好这种困端准备吧 不能像以往这种可能按摩就班的这种去准备 真是到0比3的时候可能还是这种局面是太被动了 应该来说队友之间非常熟悉 是不是面对队友这种熟悉的对手的时候 冲击会更大一些 其实大家彼此都还是非常熟悉吧 只不过今天可能 徐晨浩在开局方面这种准备的更充分一些吧 然后自己可能还是按以往这种感觉去慢慢去打 所以在这种开局调动上 包括其实23局这种关键球自己这种处理上把握上 今天也不是太好 所以这种23局关键球输了就有些可惜吧 其实刚才提到刘主席赛后也是在给你分析这个开局的问题 好像这次每一次比赛你在场上打刘主席赛场下关注也都是非常紧张 因为确实现在这种11分赛制每一局都非常关键吧 当你这种上来这种可能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求非常领先 但是哪怕能咬住比分可能这种心态上也会好一点 但是总是这种0比2 0比3落后的话 确实搁到谁可能都会比较难逆转吧 通过这次比赛就是男双也夺关了 然后男单打到这个八强 给自己这一次比赛觉得最大的收获在哪里 我觉得不光这一战还有上一战 可能还是这种面对这种年轻运动员这种抽击 包括一些新的打法 可能一些战术上自己还是要能够做好困难这种准备吧 不能像以往可能一些熟悉的这种对手 一些熟悉的套路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强对抗 包括有特点的运动员上 还是要能够做好这种开局困难准备吧 好的 谢谢龙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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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